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嗯 卖给谁了 从哪来回哪啊 茂园商行的陈老板 用一千块大洋 把这块给赎回去了 这 茂园商行 嗯 那还有假 我告诉你啊 别看他平常人模狗样的 背地里什么坏事不干的 这不可能吧 嗯 梁先生 你怀疑兄弟我骗你了 黑子 我相信你不会骗我 可是你能不能做个主 这话不卖给他卖给我 对啊 笑话 你连自己的肚子都填不饱呢 你哪来的钱呢你 黑子 这话又说回来了 你就是把钱给兄弟 兄弟我也不能要啊 黑子 好了 好了 不说了 一句话 货 我已经出手了 实话跟你说吧 我这一切啊 都是为了洪流 我才把这画的下落告诉你们 至于你能不能拿回来 那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 嗯 情况就指情况 洪流 咱们走 点一下这让梁太太 兄弟我告死了 黑子 姐姐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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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不敢相信 陈遗中 竟然就是倒画的人 这就叫吃人吃面不知心哪 现在想起来 他也确实挺可疑的 上次他来的时候 对敦煌的壁画 如数家珍似的 我那会儿啊 还把他当成是一种博学 现在想起来啊 根本就是他的老本行啊 他如果不是内行的话 怎么可能盗走的 渐渐都是珍宝呢 老师 咱们告关吧 天真 现在咱们又没证据 怎么告啊 怎么没有 盗黑子不是说了吗 哦 那你去跟县长说 县长 土匪投资盗黑子 跟我说陈遗中是盗画贼 他不把你轰出来才怪呢 你 你今天怎么这样 老个人太干了 这说到底啊 还是国民政府 钱没给齐啊 如果要有钱 我就理直气壮地 把这些画买回来 行了 人家不是说了吗 就算你有钱 人家也不卖给你 那是他知道我没钱 所以他这么说 老师啊 咱们为什么老是不顺呢 燕子 这就只能说明一个国家在沉睡 好比一头雄狮 他面临的不仅仅是外界的侵略 更重要的是自己的机体啊 还没有苏醒 知道了吗 古人 不正是这样教育我们的吗 孔子说 帮有道 则是 帮无道 则也 莫言 你说是不是啊 古人指出了一条明路 但是这里面我们 忘了一个最重要的条件 那就是要看这头雄狮啊 精神还在不在 如果这头雄狮的精神还在 那这强大的中枢神经 依然会支持他 你是说国民政府会支持你啊 会啊 你想想看 他们现在既然同意我们 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 那就说明啊 他们已经意识到了 现在敦煌需要保护的 紧迫性和必要性 另外 我已经给他们发了两封极箭 让他们意识到 这里的紧迫性 我想 他们应该没有理由不去重视 慢点抬 抬起来 抬坏了 我扒了你们的皮 注意后面啊 这画啊 直牵着呢 我说慢着 红柳 红柳啊 红柳 你来干啥呀 我说爷 你这次是铁钉不听我的喽 红柳啊 这都啥时候了 你就别闹腾了 那孙老板正拿着钱 在老店挡着我呢 我不管 反正这画不能卖 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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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兄弟们吃啥 大嫂 我们也不想做菩萨生意 可你这闹着要散火 总不能让弟兄们都空着肚子回去吧 是啊 你都得让我们活呀 是啊 是不是 怎么办哪 好 你定 你定 要画 还是要走 要走 就得卖画 要是不卖画 那这会儿 我就不散了 你 是 红柳 姐姐 对了 你们把画给搬下来 当心点 你把画要来了 不过 不好意思 我只能够搬来两块 你已经尽力了 走 咱们里面说话去好不好 客杰啊 你帮他们把画给搬下来 好 走 里面说话去 先生呢 他呀 一大早 和燕子一块儿 跑他们研究院的事儿去了 喂 倒是搬不搬呢 要看劲就看 走 这是 一千块大洋 二勇啊 那儿去乘乘 好 打当家的是信不过小弟 哎呀 老子这些钱呢 大哥 没错 好 告诉兄弟们 把外头都破歇了 清平 要分开 莫言 我们有钱了 钱到了 现在还没有 那你这么高兴干嘛 这也值得高兴啊 本来国民政府啊 已经把钱寄给咱们了 都怪那个会计 甚把地址给写错了 敦煌他可写成东方了 你说哪儿有什么东方艺术研究所啊 结果钱给打回去了 真是 好事多磨呀 多亏我那几个老朋友 四处打听 给我打听出夏洛来 红柳在这儿啊 红柳 先生 太好了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 我有钱了 画可以买过来了 不好意思 先生 画已经卖了 卖了 大当家子 怎么只有十九块了 少了三块 谁偷吃果子了 赶紧拿出来 要不然我把你们的手剁了 大哥 弟兄们谁敢动啊 再说 我们拿了也没什么用啊 你数错了 再数出去 我数的是清清楚楚啊 你清除个屁 那是你的货啊 是我们陈老板交代的清清楚楚 二十二块 一块也不少 他说二十二块 那他有证人吗 他说二十二块 老子就给他二十二块 他要说一百块 老子就给他一百块 我告诉你 他转身糊涂了 你们说有没有道理 对 有道理 有道理 看来 你硬是要跟我玩阴的了 啊 你要是再说一句话 不给我乖乖地拿回去 老子就啪 好好好 我走 我走 我走还不行吗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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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看来 行啊 这和上次拿来的那幅 是一幅完整的图 是吗 我越来越佩服你那位老乡啊 真正的行家呀 对不起 梁先生 红柳 你可不能这么说 这不关你的事啊 先生 会不会敦煌优秀的笔画 都给他们搜刮了 以现在的情形看 搜刮的肯定是不少 莫言 那咱们 是不是也应该管一管啊 是的 管 但是不要打草惊蛇 我们要想一个完整的方案 现在看来啊 我们敦煌研究所能不能保护这些壁画 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窦夫人 你是说窦当家的金银钢宝画转移给茂园的人了 是啊 怎么了 先生 我倒是有一个想法 等着 逗黑子 你既然不仁就休怪我不义了 你要去陈医中家打探 对 这不是很危险吗 先生 我会小心的 而且我在学校习过午 等险几个人是不能把我怎么样的 我也不想把画抢回来 应该没事的 再说 如果我们找到残画 那咱们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告官抓他们了 要是再过两天 他们把画转移了 那咱们可就没有证据了 对啊 先生 我觉得小兄弟的方法可以一试 今天他们刚把画押接收过来 防备应该不会太严的 可姐 你一定要小心 站住啊 干什么的 你们吴队长在吗 在 我有要事禀告 进去吧 好美啊 真是太棒了 姐姐 这是你雕的 不是的 是我修补的 真的 你看 你有双翘首 多好 我呀 这辈子 怕是做不出什么名堂了 红柳啊 我给你看这个 就是希望你不要轻易放弃 你看 你比我聪明 也比我年轻 我好歹 也能做出这样的东西来 而你呢 一定比我更好 好了 咱们下去吧 嗯 下去我亲自给你煮饭吃 哦 不了 姐姐 黑子让我早点回去 放心吧 我跟燕子做饭 手脚麻烈 好 你吃了饭再走 算是我们的 跟你见习 好吧 既然你这么说 走 日头都潮汐了 奶奶怎么还不回来啊 坐了 不等她了 咱们先喝 好 兄弟们 咱们兄弟一场 废话 老子就不多说了 咱们今天喝个痛快 来 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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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 那你以后 有什么打算呢 我想回老家 先看看 看是不是 可以开个小店 跟黑子 做些小买卖 安安稳稳地 过个好日子 我就心满意足了 那也不错 奶奶 咱们该走了 天快黑了 再不走 大当家的该急了 好 知道了 你去备车吧 不好意思 我真的要走了 是啊 这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红柳啊 记着 平安是福 谢谢先生 我也祝你 过上新生活 谢谢姐姐 一路上要小心啊 姐姐留步吧 好 妹妹 你等一会儿 我去给你取洋东西 等着 来 给 姐姐 这是 这是你的 完璧龟照 不 这是我送给先生和姐姐的 我不能要 拿着 你的这份心意我们领了 政府啊 现在马上就给我们发下钱来了 我们以后就不会这么穷了 我 拿着 走吧 姐姐 我还差点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你知道 是谁要害你和梁先生吗 是谁啊 是顺太荡部的孙掌柜 你们以后可要防着点的 真是怪事 我们和他素不相识 他为什么要害我们呢 谁知道呢 不管怎么说 你们可要当心点 好的 我会告诉莫言的 谢谢你们 好妹妹 再见 再见 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 来 保重 保重啊 姐姐 我会 再见了 再见 网友 快 温柔 哎呀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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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胜 我 做完 真是的 又来晚了 大头已经进山了 只剩下个屠废婆子 队长 动不动手 动手 怎么不动手 甭管是大洋小洋 好歹是头洋 抓回去 也好嘟嘟县长的嘴 搞不懂 这小子 受了陈毅竹什么好处 这小子 这么死命的催 再不抓个人回去 老子身上的皮 都快让他给扒了 准备动手 是 好 夫人 您什么时候到的 我刚到的 你是不是今天晚上要走了 我呀 有点不放心 夫人 我会写武功 不要紧的 无论我们做什么 这 保存着 画画的实力 才是最重要的 嗯 我知道 现在呢 我们为了保护这儿 大家 所付出的 比原来所预计的 要大得多 多得多 你看 把你也牵扯进来了 我愿意的 夫人 那好 我走了啊 谢谢夫人 你刚才 是不是哼了一首日本歌啊 我 是樱花 对不对 是 是 我也会唱 在东北听别人唱 学会的 我 你 我 你 我 快走 奶奶 快下车 快下车 走 奶奶 你快走 奶奶 你们先走 不行啊 怎么 以为奶奶的话都不听了吗 这 我怎么像大大这样的交代啊 你 快走 快走啊 奶奶 你快走吧 奶奶快走啊 别管我了 你给我走 快走啊 奶奶你不要打他 你们再不走 我现在等你面前 走 奶奶你快走啊 快走啊 奶奶你 走啊 求你了 快走 兄弟们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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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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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 坐 坐这儿 好 跟哥哥说 你以后到哪儿换来 还能到哪儿 换到山那边 买点羊锅就呗 想问你那点出息 又干老板孩儿你 来 大哥 搁着 大当家的 大当家的 奶奶让真机队抓走了 好 你说什么 奶奶让真机队抓走了 好 好 好 奶奶给抓走了 大当家的 让真机队抓走了 大哥 大哥 妳麻子 吵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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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季瑶 这下可好了 总算是除去我一个心头大患 好 总算是除去我一个心头大患 好 可惜只抓到了他老婆 你有所不知 这个豆黑子是爱老婆如命 抓住洪柳就等于要他一半的命 他一定会狗急跳墙 等他跟陆静如斗得差不多了 咱们的事不就好办了 好 走 打开 好 小心 嗯 小心 嗯 是 去 去 来人哪 来人哪 站住 站住 别动 别动 走 走 敢问这位大侠是何方神圣啊 你胆子不小啊 敢跑到我这来 给我拿下 骆托 他 打开 这小子 根子不粗啊 是 起腰 上 是 是 不要用枪 给我追 站住 站住 肯老板 发生什么事了 我队长 居然有盗贼闯进了我的宅子 人呢 到那儿跑了 追 追 快 快 快快快快 先生先生 你们干什么呀 有个蒙面大道 跑到这边来了 这大半夜的不让人睡觉 少废话 开门开门开门 先生 这是干什么呀 先生 你们要干什么 走 是 谢谢 我得走了 你要去哪儿 他们说不定还在这一带呢 他们为什么要追你啊 我就是想看看被刀的那些壁画 是不是在陈仪中家里 在吗 我还没找到就被他们发现了 还疼吗 我再给你包扎一下吧 我再给你包扎一下吧 你以后别再那么莽撞了 多危险啊 今天多谢你 我的非礼之处 你别在意我 要是我往心里去了呢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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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走吧 路上小心点 来 这边老哥 怎么样 不错吧 还一个吧 算了算了 别走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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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当家长 你怎么来了 眼上 你怎么回事 够日的 针基队 抓了我的婆娘 是不是你告的 有这回事啊 不是我告的 绝对不是 那就巧了 上午你和老子刚交集完 下午宫女儿就被抓了 巧合 绝对是巧合 大当家长 咱们俩合作 不是一回两回了 你还信不过我 这事真的与我无关呢 针基队想抓你们 那是早有的事 我估计啊 敢巧了 敢 敢巧了 好 我再信一回 我 你 看好了 五百块元大头 你跟那狗县长说 浪斯要把红柳赎出来 要是闲钱少 好说 要是不放红柳 我都会在一把祸 把敦煌城给点了 你信吗 我信 我信 我一定照拜 一定照拜 好 我明天中午 在城外的土地庙 等你回话 你要是给老子耍花火 老子把你打成肉筛死 情况就这情况 我知道这情况 小的不敢 小的不敢 各位 长久以来 豆黑子盘居大漠 百姓深受其害 苦不堪言 我们这些做生意的 也难以幸免 可是 静如兄上任以后 以随静地方为己任 尤其是我们真机队的弟兄们 英勇善战 如今 我们一举擒获了肥手 豆黑子的老婆洪柳 今天 在此特赦此业 我代表敦煌社会各界 向静如兄 以及我们真机队的弟兄们 表示忠心的感情 来来来来 共同 干一杯 请 卑职自到任以来 就立志铲除土匪路霸 为民除害 这次算是小有成绩 相信用不了多久 还会有更大的起序 好啊 四位 请随意用啊 来来来来 县长 不好了 怎么了 豆黑子进城了 怎么 刚才 我在街上被他抓住 他让我转告你 立刻放了洪柳 否则 他就要把敦煌城 闹个底抄天呢 愣着干什么 快去啊 慢 慢 慢 二位 坐坐坐坐 坐下嘛 坐坐坐 陆县长 你慌什么 不不 好 现在进城了 陆县长 我们就是要把他逼得 狗急跳墙 来来来 各位 哈哈 哈哈 何 助けてもらいたいことがある 爪を探せえだと そうだ あの家は 彼に盗まれだと思う 昨夜行ってみたが 捕まれそうだった だから 君にもう一度 行ってほしい 面白いな 何 你 嫌的吗 不 你以为我说的 以为我说的 好 这是 你需要的心意 对 竹鲲的艺术是日本一流的 艺术是不需要的 好 什么 我请你 求求你了 求求您 让红柳出来吧 菩萨 求求您了 大哥 大哥 是孙老板 大当家大 是我呀 好 没有围码 什么时候放红柳啊 陆县长说了 只要大当家的 这 这个 这把屁 你说呀 投案自首 他奶奶呢 看着眼儿是不想放人了 是吗 兔崽子 老子 要让这个狗官 真是 真是 马王爷有几只眼 这 这怎么回事啊 这是 老总 我这车轴断了 你说我这车刚怎么交代呀我 你说我这车刚怎么交代呀我 这我管不着 你赶紧给我弄去 老总 我就使出吃奶的劲儿 我也挪不动啊 挪不挪 挪不挪 你再不挪 老子毕了你 快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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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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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柳 红柳 大当家的 那边什么也没有 你给我找 把这儿找放了天 你要给我找出来 快去 快点 快点 大当家的 还说已经把人押走了 说 奶奶在哪儿 小的 小的不知道 是武队长亲自押走的 王八蛋 大哥 甄军队就要来了 奶奶 把这儿一把火 给我烧了 军队们 跟我走 你把这儿一把 都黑子还真是有种 今一把火把歇牙大牢给烧了 乖 乖 乖 整整烧了一夜 把天都照红了 听说 那个红柳冒若天仙 是九位狐狸精下来 什么九位狐狸精啊 这叫美女配英雄 也不知道这豆黑子把他婆娘救出来呗 这你队早把他押走了 行了 行了 别说了 走吧 走吧 不说了 不说了 红柳被抓了 是啊 莫言 红柳是因为来看我们才被抓的 清平 别着急 给我点时间 让我再考虑一下 都怪我 都怪我不该留他吃饭的呀 柯杰 你能证明那幅壁画一定在地窖里 很有可能 好极了 那我就干脆再冒一次嫌 清平 我们去找陆先生 你找陆县长有用吗 怎么会没有用呢 这红柳他不是豆黑子呀 他做过什么坏事凭什么要抓他 再说了 如果我们能找到那些壁画 那就证明红柳是功臣 陆县长能把它怎么样 先生 陆县长能听你的吗 他现在对我态度好着呢 他现在对我态度好着呢 自从我们的研究所成立之后啊 他就以为我在中央政府里有什么人 霸击我 像升官呗 好啊 这就好办了 莫言 那咱们赶快走吧 我真的不愿意洪流在那种地方 多待一刻 这是什么风把你们夫妇二位给吹来了 陆县长 我们找你有事 来 坐坐坐坐 坐下说 什么事啊 陆县长 我听说你把红柳给抓了 你说这个事啊 是 我们抓了红柳 莫言兄 这回你就放心吧 抓了个女的 男的也跑不了 好 我知道 上回你们让斗黑子折腾够像 心里面一直握着火呢 放心 这回我们一定把斗黑子抓到 替你们夫妇二人出这口恶气 陆县长 你搞错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啊 那是什么意思啊 陆县长 我们是来替红柳求情的 求情 这 这是为什么呀 我们来东皇的路上 被斗黑子劫持了 多亏了红柳说情啊 我们才得以释放 所以啊 这红柳 是我们的恩人 哦 你们是自己 不是自己走出迷魂摊的 我还一直以为 这当时啊 也是为了避嫌 才没有跟您说实情的 这红柳虽然是一个压寨夫人 可是 她并没有做什么恶事啊 县长啊 您是不是能够网开一面呢 哎呀 这个红柳啊 是不是恶人你我现在都不好下结论 是不是啊 我想这样 等抓到斗黑子以后详细调查 如果确实证明她是无辜的 你放心 我保证不为难她 立马放人 我用我的人格担保 红柳绝不可能同流河 莫言兄 你是大学文家 你应该知道法不容情这回事吧 可是 县长 还希望您能顾惜一个女孩子的命运 她本来是化砖的一个学生 后来呀 在戈壁上被斗黑子救了出来 这才深陷山寨的 她本来也是一个受害者呀 这些你们都是可以查证的呀 我们夫妇二人 可以以自己的名誉 替她担保 借除了 whitening